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相知事 大福丁收弄年经第四卷 人之下第三课 贤如来藏 相本圆融 这里前面已经讲过 贤如来藏的 他的 信像含义当中 众生的 祈福英国 以佛国的 悼灭英国 这前面两颗 已经讲过 现在是第三了 要说明显示 如来藏性当中 他的相 在四相上都是原有无哀的 不但是 理事无哀 就是事与事之间 也是无哀 而这里 这一课文啊 很长 现在顺着文字啊 念一段 讲一段 看着经文 呼鸭楼 又你问也 这个鲁字啊 字音是鲁 解释就是鲁我的鲤 所以我说这些就读着鲤字啊 字是鲁 又你问也 地 水 火 风 本性源容,周辨法皆,以水火性不相灵灭,又真虚空,极诸大地,聚辨法皆,不和相容。 而这一段文是佛要为佛罗诺解释这个如来当心本来在一切像中都是源容无碍的道理之前,先把前面佛罗诺问过的方提出来重叠说一次。 所以佛对佛罗诺说佛罗诺,还有你在前面问过,说地水火风啊,这个四大的体性,佛是说它本来就是源容的,本性是源容的。 而且是周辨法皆,那么你就怀疑说,水火二性啊,它们是不相容的,怎么不会相灵灭呢? 这一段话就是重复前面,佛罗诺的问话里面说,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源容,周辨法皆,沾然昌珠,这是佛罗诺重叠前面七大源容的佛的话,把它浓缩起来,成为这么几句。 然后下面他就提出他的疑问,然后下面他就提出他的疑问说,世尊,若地性变,云何永水? 水性周变,活着不生,复云何明,水火二性,聚变虚空不相灵灭。 这是先问,为什么?水性跟火性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 佛说它都是同样周变。 既然水火二性都是周变的话,他们怎么不会互相灵灭呀? 灵,相灵多,灭,彼此互相消灭。 例如说有火的地方,水去,火就灭掉了。 这就是灵灭的情况。 假如水太少,火很强,水也会遭到火的灵灭呀。 那么这样看起来,在世相上我们看到的,水跟火是不相容的。 佛为什么说它是能够周变法界? 水也周变,火也周变,有水的地方也有火。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为什么不会相灵灭呀? 这是第一个问题。 有真虚空,极诸大地,聚变法界不乎相容。 那么佛罗诺再问说,真就是真问。 佛罗诺曾真问说,虚空,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虚,太空。 这个大虚空呢,跟这个大地有地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虚空。 虚空的地方没有地。 所以前面佛罗诺的问法接下去说, 这个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 云和二句周变法界。 这是佛罗诺前面的问法。 而是说呢,地的性质,它是会阻碍虚空的。 会障碍虚空。 也就是说,有地的地方不可能有虚空。 而空性是虚通的。 虚空的性质, 它是虚而通达。 个人通达的虚空。 他们怎么能够,地变,空也变,空变,地也变。 怎么能够虚空于大地同时周变。 这个道理,他还是不懂。 所以提出来问佛。 那么佛在这里有答复他的话。 提出他的前面的问法。 简单的说。 你又真问说, 虚空跟这个大地诸, 余祖词。 跟这个大地, 同样他们是周变法界。 他们如果是真的能够周变的话, 彼此是福不相容的。 地不能用空。 空里没有地。 应当是这样子。 他们是不相容。 这是佛罗罗的问法。 下面是佛的答复。 佛的答复解释的话很多。 先假借比方啊。 来说明他们周变的这个意义。 佛的佛罗罗说, 看着经文。 佛罗罗罗。 比如虚空。 体会群像。 而不具比诸像发挥。 先提个总意啊。 来说明。 就是比方。 佛罗罗呀。 我哪个比方说。 好像虚空吧。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广大的虚空。 虚空之体。 它是没有像的。 不是所有的像的体。 群。 多的意思。 这个虚空当中有很多万象。 可是你要知道虚空是无像的。 虚空既然是无像。 它的体。 当体就是无像。 可是呢。 而不具比诸像发挥。 这是句节。 妨碍。 它不会妨碍其他的万象。 在虚空中发挥。 意思就是说。 虚空无像。 可是它不会妨碍万象的发挥。 一切万象都在虚空中发挥。 也可以说。 没有虚空啊。 万象就无从发挥了。 既然万象在虚空中发挥。 它这不就很显明的。 显示出它的无爱的这个道理吗? 发挥。 就是显现的意思。 虚空中。 显现出万象。 虚空当体一向都不可得。 完全无像。 那就是空意。 当体即空意。 万象在虚空中发挥。 那就是显示。 那就是显示不空意。 因为。 所以。 如来藏的当体。 它有空意不空。 两种意义。 啊。 如来藏当体即空。 完全无相。 这可以用虚空来比方。 虚空是无相。 如来藏也就是无相。 所以说明虚空无相。 啊。 非群相就是显示虚空没有万象。 它的体没有万象。 嗯。 但是。 空中有不空的意义。 空有不空。 空中有不空的意义。 有有不空意的缘故。 所以。 它不具诸相发挥。 如来藏当体即空。 而能显现一切万象。 就是不空。 空中有不空。 不空中同时聚空。 啊。 所以。 呃。 因为它有不空意义的缘故啊。 说它不具诸相发挥。 啊。 就是唯爱。 阻碍。 啊。 拒结。 虚空它不会说。 哎。 我这边是无相的。 你们那些游相的不能跑到我这边来。 如果真的这样子。 那就叫做聚。 可是它没有啊。 虚空里面万象都在虚空中发挥。 发挥。 就是万象在虚空中显现出来。 我们这类世间。 宇宙万有。 深入万象。 不是都在虚空中显现出来吗? 这就显示信中不爱相。 如来藏性的信。 它的提醒。 不会妨碍万象在哪里发挥。 不但是信不爱相。 相也不爱相。 相与相之间。 他们同样是互不相爱的。 嗯。 所以。 经文接下去。 解释这个啊。 虚空无相。 而不具诸相发挥的这个道理。 所以。 例子,何以下。 就是解释。 所以。 我说。 虚空无相。 啊。 它的体肺群像。 而不具诸相发挥的原因。 这个道理何咋呀。 下面就加一双名说。 弗洛诺 离太虚空 日照 这明 圆敦 这暗 风摇 这洞 寄沉 这清 寄宁 这足 土寄 成白 水沉 成盈 以这次相 其中的现象 说明虚空不爱万象发挥的 这个意义 佛特弗洛诺说 你看 这个广大的太虚的虚空 日光一照 就有光明 日照 这明 因为有日光一照 太虚空中都通明了 无处 不是光明的地方 云顿正暗 顿 去疾的意思 如果在晚上 没有月亮的时候 很多乌云 黑云 乌云顿聚在空中 因为没有月亮又看不到星光 大地就很暗了 所以说这个太虚空中 有日光照 它有光明 圆区挤起来 它就变成很暗 虚空本身不是明 不是暗 可是 日照 就成为明 人顿 就成为暗 不但如此 风咬 在动 应当知道 虚空是近的 你看虚空在动吗 虚空不动 虚空近时方 变法界的 满满的太虚空 他们是近悄悄的 完全没有动 没有声音 没有摇动 可是 风一吹啊 它就动了 风摇的动 碰到台风来不得了了 整个有台风的地方 都是 津天动地的摇动起来 虚空本来不动的 可是风来摇它 就变成动 所以 虚空中 风摇着动 这是第三 第一次说 既成 这清 既 下大雨过了之后 雨过天晴 叫做既 例如 六三八号 下雨 哗啦哗啦 一阵大雨来 诶 这个雨过了 雨过天晴 那个 大地如洗 所有树木干干净净 那么这个时候 天晴的时候 没有下雨 雨一静下来 那个时候 雨刚直的时候 叫做 季 这个时候 雨停了 季 沉 这个沉字是 静 静 不动了 这个静里面包含 大地干净的静 一方面是 安静的静 一方面是 干净的静 两个字 都是同音 安静 雨一停了 不下雨了 安静下来 大地都安静下来 那么经过雨洗之后啊 所有的授月是 干干净净 那么这个沉静的情况 就显示 大地清净啊 大地清净 各位 我相信都有经验啦 落山八火 天黑黑不落火 落鬼都没火 那个时候 雨停下来的 那个情况 好干净哦 往山上一看啊 洗得干干净净 就好像人用于人工去洗锅一样的 这个叫做清 继承 这清 这是第四种 气凝着足 凝是凝结 地去凝结起来 那么地面上有一种啊 就是空气不流通的那种的走气情况 平常是比较不容易感觉出来 假如有很多覆潮 潮腐烂了 潮干燥之后腐烂了 下雨过了之后 天晴 如果没有风啊 气很猛的时候 如果你在那个故潮旁边 会觉得一种很不干净的那种的气味跑出来 走气 现代人要这种的经验恐怕很少 如果 五六十年前 很有机会 我有个亲身经验了 我原来住在石头山 山下附近 这个空地有些地方 那个时候的人种那个香茅 炸香茅油的那个香茅 香茅这种潮啊 本身有香味 所以叫做香茅 这个香茅潮如果去割下来 炸油 挤油 挤过之后的那个 灰潮 那个潮已经没有水分了 整个挤干了 堆着一大堆在那山上空地 大堆到像一座山一样 一座山一样 那个地方如果碰到下雨过了 又没有风 气很猛的时候啊 站在那个香茅潮的肺潮旁边 那个气味也很不好受 浓肉的那种的阻味 为什么会去闻这个胃啊 现代人不会知道的 沾跟灰潮 Symphon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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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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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